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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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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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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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积析过去 是每一天拖廁的時候 我噴完空間 其實廁所等於我們自己用 但是也要噴乾淨一塊板 抹乾淨它 因為你消毒了 但是 我們那塊廁所板是新廁所 管理公司應該換了幾個月 我不知道哪個混蛋 應該不是我們的同事 可能是客人 我們打理得乾淨 其實我們樓上樓下有時候會有人 去我們的廁所 其實每一層都有廁所 可能他們正在用 我發覺我們那塊廁板 靠在那裡 靠在那裡 有史跡 為什麼我只是史跡呢 一兩個月 為什麼我只是史跡呢 因為我看到市車在那裡 我把它弄乾淨 然後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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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抹乾淨 但是不知為什麼史跡吃了那個板 他老母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我屌你老母 喂 這種真是好 喂 你又打算你乾淨 結果搞得到呢 當然我正所謂白洗為寧靈 我是消毒過,理論上就沒事 但你見到是否還可以 所以各位呢 很多人不一樣,冷夠乾淨 特別是女人,很冷夠乾淨 但往往女廁比男廁更多 為什麼呢?她冷夠乾淨的 就踩上去 踩上廁所板 有時候我們見到一些很漂亮的 很 elegante的,很高貴的少女 原來她的家就像梅布 老爸不知道是甚麼,大律師 老母不知道是甚麼教學書 自小學吧,雷武 她說她都會出街的 急起上來去茶餐廳,她都會去的 對不對? 為什麼要裝傻了 美人,你以為我屎不臭? 千萬不要 我最想是大家 不要蹲上去屎 蹲上去屎的充力太厲害了 大家計算一下 如果是蹲似蹲在這裏 蹲似蹲在這裏 那個充力是沒有 你在座翅蹲再上去加一格的 距離這麼遠 距離越遠 反彈越遠都會彈起來 屎你了 無影彈會不會 又不少觀眾都會無影彈 我就不會 我不會 我不管 我抹那時是錯的 無影彈我都怕對不准 是啊,又這樣說 對到後面才這樣 有時候你進到廁所 見到廁板的後面 有一塊屎 那些可能是無影彈來的 或者蹲上去那一塊 說真的 又這樣說 講到這麼急 如果你進去那塊板 屎你兩無是 這個就沒辦法了 是有個屎 就像剛才我講的 在尾那裏 後面 你沒有遞隔 抹 不抹的了 如果去到那個位置 屎你不是一滴屎 你不是一滴屎 你不是一滴屎 就是一滴屎 屎你兩無是 搞得你兩無是屎立屎 我看見過 我看見過在洗手盆裡有屎 屎的 很難看見過在洗手盆裡 我不想知道 如果我在這裏 還有不是小孩子 小孩子我都明白 很明顯是成人 成人 我都在洗手盆裡有屎 屎你兩無是 我都說我見不到 即是那條男人 如果見到我當場來打他 因為屎你兩無是 我見到我也想嘔 在洗手盆裡見到屎 但如果見到一條男人 我進去 這樣 在那邊看著我 屎你兩無 這時候真的不能做復環 練不瘋 要是踢 你一開始 拔你一開始 他怎麼會 他是屎屎 不就是 不就是不要屎屎 你弄錯 就算是槓有 你也要拔在地 對嗎 拔你一開始 你沒有用來拔在洗手盆裡 那個拔你 我都明白 他拔你草屎 還有洗手盆高 對 你要拔你們兩無 呜呜呜 不過有時候講那麼多 其實你撿起來真的不能講 但是 基本上都是會賤的 所以大家可以來買我們的噴噴 好了 這樣就九分鐘了 星島晚報 星島日報 就出了一個問卷調查 就是施政報告之後的滿意度 我就覺得看完這個報告 我覺得香港是確實 證明他玩得完 為什麼這樣講呢?第一 details 我不講 他竟然有62% 受訪市民說 是滿意這個施政報告 超過七成的市民 是認同這個施政報告 有助提升經濟的 喏 你問我呢,我是不相信這個報告 我簡直是不相信 但是如果是做假 而有人可以叫來用 或者用來沾沾自喜 或者媒體墮落到這樣的話 那香港是不是玩得完呢? 你說如果不是做假 是真的有這樣的受眾 認為這一個施政報告 七成認為可以有助提升經濟 六成二的人說 表示滿意的 那也是等於玩得完 無論如何都是玩得完 老實講 你即使在這些問題裡面 你怎樣問 即是你的問題可以設計的 喂,我都不覺得 可以得出 即是你如果給我回答 我都得出 即是有七成一認同提升經濟 喏 從今年年初呢 根據他的報道呢 星島日本已經做了 包括這個例子的工界 日夜都繽紛 智業意向 特區政府 和房建意識 這些這樣的調查 好了 在施政報告之後呢 他再做多一個調查 喏 那些問題 譬如 說 你 這個北極專項基金 去支援中小企 發展低空經濟 你認不認同 可以提升經濟 喏 老實講 屌尼老母 你們香港市民 不要裝作 我說屌尼老母 我屌尼老母 北極專項基金 BUD 注射十億支援中小企 發展低空經濟 你認同 你認不認同 可以 提升經濟 你老母 是怎樣怎樣支援中小企 什麼低空經濟 你知道嗎 你不要說我踩夠你 你把混蛋啊 你知道嗎 如果你知道的 十億 現在的中小企 那當然 有些人很serious 就不跟我這樣 這麼求奇 那有 怎樣都好過沒有 怎樣都可以提升到 其實是用這個方向來 得到這些答案 那你有做事永遠好過沒有做事 好像 好似是 是那些蠢人 才會覺得 屌尼老母 是有做事好過沒有做事 喏 如果有聽開我的節目 為什麼我說 啊 屌尼老母 我剛剛早幾天才找到一個例子 就是這個 剛剛教的英格蘭那個叫什麼 剛剛教的 阿杜曹 我說 就是樂觀其成 看看他造成怎樣 我對他沒有什麼呼感 也沒有什麼好感 但是我覺得 還沒拿過大賽冠軍 拿過歐聯 因為他講了一句 我都沒有什麼特別搞 球員那麼好 之前收夫技術那麼好 只不過在現有的基礎上面 看看有沒有什麼要改進 喏 那我就覺得 這個是做事的人 就是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我說過很多次的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你無論你多不滿都好 即是就算現在的香港 現在找我去做特首 我覺得很多事情要搞的 但是 喂 屌尼老母 那我看看香港 原來屌尼老母 看看時勢 譬如現在屌尼老母 嘩 不想怎樣 屌尼老母 看所有數據 是死究竟的 喏 死究竟是不是一定要做大動作呢 於是乎你就看了 是什麼事情 找個原因 真的要認真 自己 不要騙自己 你騙個市民 不要緊 原來似乎是政治原因 那政治事情 又沒得搞呢 你自己去想 喂 那我當然為得搞 那就跟我說 你認為沒得搞的 喂 如果沒得搞的 所有事情 原來是政治原因 但是我 不是我們能夠做到的 於是乎 喂 我真的覺得 你不如不要做事 你省些錢 因為為什麼呢 原來是政治原因 你做其他任何事情 原來都是不會 令到政治原因改變的 是吧 那你不如什麼都不要做 做少一點 講少一點 讓市民求客 這個反而是出路 那當然 你說如果你去到的時候 嘩 嘩你了 嘩你1997回歸 就是這個樣子 嘩你了 經濟也好 就是金融 就是 金融風暴之前 那時候就不要想做事 比做事 永遠都是錯定定 先看清楚一點 你就算是覺得 那些樓價這麼貴 實在對市民好不妥也好 但是當時 是上近的 香港 就是總體來講 總體來講 為什麼呢 每一間公司 每一個人 你僅有些事情可以改的 可以做的 但是你不用這麼急 既然他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先讓他溫住 讓你熟了 看清楚 原來那些公務員這樣做事 OK 原來這班人有這樣的文化 原來那些媒體是這樣的 因為每一樣存在的事情 他有他的意義 他存在在那裡 譬如1997年 那樣 令到那時候 香港是世界公認的三大都市 世界亞洲奇蹟 那他就自然有自存之道 你就不要這麼大的動作去動它 但是不想是 由董建華到現在 就瘋你到議行 就個個 個個都要做什麼 在不用這麼急做事的時候 做什麼 說什麼 所以現在很急 要用重藥的時候 瘋你了 但是 你連那證都要搞清楚 就是藥石亂頭 其實現在 你不做事就還好過 好了 接著又說 你認為施政報告 有哪三樣 有什麼措施 可以推動香港經濟發展 最多可選擇三項 這三項裡面 包括什麼啟德 什麼什麼政治 他就沒有說 因為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 那 那些人不是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他在那裡 拿了 一些數據出來 去達到他最後的 六成二市民滿意 老實說 我只是靠這種感覺 你說如果真的有六成二市民 現在就有三個市民 我不滿意 你滿不滿意 完全不滿意 我保育大滿不滿意 到底有沒有100%不滿意 我都拗了頭 好了 第二 第二項新聞 施政報告 提及聯同機管局 擴大機場城市 首先 我不知道 什麼時候機管局 我不知道 現在政府說聯同 那就是聯同就可以了 一定是合法的 你問我 我就覺得你機場管理局 那我就用來管機場 不想是 變成發展局 發展商 聯同政府搞什麼 說要搞 首先要搞大 即是機場範圍 搞大 其實要搞大 大嶼山整個發展 包括 藝術產業生態圈 說藝術產業生態圈 你想做第二個 你倆有沒有在那個 K11 好了 興建亞洲博覽館第二期 還要整為 遊艇廣灣配套設施 空運先戶市集 即是空運來到魚 牛 雞 有個市集 新家公眾活動空間 大約 資金大約是千零億 我屌你老母 我不要說 那些錢 在哪裡來 不用說那些 你現在機場 老實說有多少人去 我真是想知道 除了你要坐飛機之外 其實機場旁邊還有很多 很多配套 Terminal 2 現在好像都沒有用 正在 Terminal 2 另外旁邊不是有些酒店 有些不知什麼會館 有些閃閃燈的 因為我剛剛去完機場 我連亞洲博覽館我自己也沒去過 那我陪的 喂 大哥 你說要打造世界領先地標 又賣遊艇又留遊艇 下百個位 喂 他們真的覺得 我最大的問題就是 包括機管局 包括特區政府 他們是真心覺得 現在香港是 as usual的狀態 現在只是一些低迷的 最後的資金 一樣會回來 世界的人一樣會回來 於是 你要prepare這些東西 你們真的這樣想嗎 我不敢爭辯 因為等於 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說要在地鐵 其實那些人也是反對的 最後證明地鐵 那個什麼 梅桂園那時候 那些人也是屌的 起碼是中方屌的 喂 不要說顧保陪元 你現在 我們那個人正在震 屌你了 究竟你為什麼 你屌你了 你又說是搞定不搞 又說不用猜多少錢 什麼東涌 什麼交易州 但是又說 搞定要整個錢館 搞定要6至7億 就是 在這個灣仔不利商 怎麼可以 腳軟緊 喂 最想要腳軟地產商 搞定要想到時候 搞定要敲鋼我 打光的胸口 你靜一點 打光硬 如果要有錢 好了 現在搞到 哇 搞定要不要假大空 喂 第一 他說 打算做一個 全 全港規模最大的室內多用途場館 起碼要2萬個位 哇 搞定要什麼 洪館 亞洲博覽館1 亞洲博覽館2 又啟得體育園 搞定要不要突然間 你這麼多館 有沒有這麼多 巨星去揹飛 你有沒有想過 錯2萬人 搞定要不要 2萬人 最少 那你現在 亞洲博覽館2 你亞洲博覽館1萬多人 會展呢 會展 會展幾千而已 這個呢 紅館1萬人 不是啊 你的問題 你有沒有這麼多巨星來啊 有沒有這麼多高play啊 或者什麼blackplay啊 會不會呢 你猜 好了 他説呢 另外 他們呢 會做這個全亞洲 又不是全亞洲的香港 首個 聚會藝術創作 鑑賞 和交易於一身的項目 啊 你了 有沒有 西九個博物館 你弄什麼 現在又弄我這樣的東西 嗯 喂 集合這個藝術創作鑑賞 和交易 哇 會做畫廊啊 藝術空間的社群啊 全面發展全港首個專為藝術品儲藏的大型倉庫設施啊 加上我們會沿著香港人工島的海岸線 發展不同類型的戶外和戶內的 海灣休閒啊 文娛設施啊 會開了很多酒店啊 特色長廊啊 是不是 會有一個 站身遊樂的綜合設施 遊合生命室內外的運動遊戲概念 將冒險 探索運動和娛樂融為一體 這些用來上市啊 用來招股啊 用來騙救人呢 就可以的 不如那裏建成寨吧 其實是的 是的 你不用建成寨的 如果你想一下 你真的堅決要搞 要搞那個 什麼什麼 柬埔房啊 那些人都走出來 如果你想一下 那些人自己搭屋搭成的 你不要去搞別人 他自然會搭成寨出來的 是 是吧 智不然的 好了 接著又說要弄一個 哇 裡面還有 新 機管國啟然190年提出機器 這裏城市發展藍圖呢 當中呢 已有新酒店和三座甲級寫字樓落成 將於2025年下半年陸續開幕 喂 機管國 在明年下半年陸續開幕的新酒店 和三個甲級寫字樓 集合這個零售餐飲 綜合娛樂設施的 11 skies 陸續落成 喂 你先填滿那些東西 先 你倆現在搞大空又說要搞這樣搞那樣 我真的想跟大家講 我不是說要 逢什麼都犯 喂 你有沒有判定過 究竟真的有沒有判定過 你真的當現在香港還是一個正常狀態底下 喂 我真的 哇 那搞法呢 我想我們也叫Eric多些上來搞一下移民 嘩 又北部都會區 又人道 又人道 然後又這個機場城 對 有沒有 真的假大空到 喂 真的你 你不做事啊 其實呢 阿超哥上任之初 我已經覺得 喂 你什麼都不用做 也不要特別抓人 不要特別承認 所以你不要出來 最好這幫傢伙 喂 你等香港人呢 休息一下 都差很遠 你有沒有假大空到 就算大白象 可不可以給你一些新意 喂 大白象也比較新意 真的 整個城寨 再整個招來幾公園 不是啊 那些我又不覺得是大白象 那些可能真的可以招來 喂 有些事情 蘇州過後沒有聽到 你說不好聽 喂 李小龍 阿龍哥 死了五十年 你如果當日九龍塘那個 李小龍姑姑 用來做李小龍展覽館 我敢說 到現在 你是不是很多人 我沒有敢說 他一定會成為 其中一個因遊 遊客來香港 即是等於灣仔筆 那個館 你不弄什麼 什麼筆都會 南大宇 你小龍也可以 是啊 喂 你不要說什麼 這次 阿正下個月去日本 你去哪裡 東京 喏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走到行程 其實我這次去過 其實不是很多藏品 是私人把舊東西 我不是說過 他收費 不貴的 一千日圓 可能幾十元 每位 香港的私人新藏家 政府給他們一些地方 真的去 建一個這樣的博物館 即是通俗文化的 博物館 都會有人來看 或者是學者 你假大空 你香港也不是 老實說 600個 遊艇 還要包括超級遊艇 遊艇的泊位 不是泊位那麼簡單 除了泊位之外 那一帶 涉及200公頃的水域 要有多元水上休閒 和康樂設施 即是水上樂園 等人可以去玩水 又可能上面有抹擦 你會 喂 大哥 我不知道你是針對什麼 你想著 針對那些 一億幾千萬港幣 一隻 意大利遊艇 結果全部拍了 六十萬 六七十萬 那些大飛 大眼雞 你要搞清楚 現在是什麼 環境 好了 梁振英呢 今次我因人而肺炎 他狗口都長出象牙 當然 這個象牙都是一半一半的 我就不理他的企圖 為什麼我一半一半呢 首先他講什麼 他說 新界東北可能是最後一個 賺錢的開發區 之後的開發區 將會入不夫之 為什麼我一半一半呢 因為我懷疑新界東北都未能賺錢 他講得是有些道理 我們看看他怎麼講 他說 目前 供應雖然短缺 但是呢 都要慎防供過於求 他說在未來呢 供應量一定不會是 越多越好的 因為需求呢 不是無窮無盡的 就是需求總會有 飽和一日 他說除非你送 他說 他說 過去呢 開發新區呢 政府可以靠賣地來賺錢 但是現在 新開發的發展區呢 密度就越來越低 一個密度高低的政府說而已 你可以不想到 你的環評額 什麼都不理 每隻地價收入 又下跌 加上規劃的標準 工程的難度 延山填海的造價 收地的賠償就越來越高 這些全部是合部來的 你怎樣罵他也好 他也是這範的 他認為 新界東北呢 很可能是香港 最後一個政府有錢賺的開發區 開發的新區呢 都會入北呼之 都可能要政府補貼 如果 還要有些昂貴的公路和鐵路線 更加不用說 將會造成政府 財政的 重大結構性改變 喏 他在現在這個時間 在自己的網站 講這個新開發區 將會入北呼之 其實都相當客氣 其實就直接 在瞄準我們現界政府 你還要搞什麼 就是取消人工島啊 他說 其他都不要說了 你還要搞昂貴的鐵路 功勞你一定要 是吧 你真是瘋子 你越多越好 你會有數計的嘛 老實說 你問我 那些人排那麼長的 喂 我給他租金津貼 喂 希望在 你現在說是四年半 希望三年 兩年 就算是四年半 最差的一個 喂 我給他租金津貼 接著你慢慢 新界這麼多 即是開發地區 那些所謂的棕地 你不要搞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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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機場的 一千億 過去超級 你不要搞定他 三五十個巴仙 基本 搞定他就賭到一千七億 基本 真的慘 香港 休息一會 你不要搞定 你不要搞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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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搞定他